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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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 那是天狐一族的传承法器 按理说青秋现在的修为应该承载不了 不过无所谓了 就让我看看天狐族的手段吧 天人进不到就送进来 阿和他在搞什么鬼啊 爹 你别生气 这或许是出了什么意外 孩子 醒醒 能听到我说话吗 这是哪儿 我这是 死了 不是吧 你这小狐仔啥也不知道 就到这儿来 白色的毛发 你们是 天狐 没错 我们就是你的先祖 历代的白帝 小丫头 你叫什么 我叫白青秋 静以国后为名 看来小叶 对你的期望不是一般的高啊 哦 对了 你是无业的孩子 那就是我的孙女了 你是奶奶 奶奶 乖 来 奶奶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第二铃铛的是我爹爹 第四代白帝 嗯 这位是我的奶奶 你应该叫高祖母 她是第三代白帝 乖 最后这位 是天狐神太祖奶奶的儿子 二代白帝 白衣爷爷 嗯 我们几个 是留在这传承秘境中的白帝残魂 秋儿见过各位太公爷爷奶奶 不对 居然是仙大白帝 那爹爹和天狐神奶奶呢 小叶不在 那就证明 他已经破镜成神 使出内招禁术了 禁术 哦 完蛋 阿和到底是怎么搞的 不仅境界低 还什么都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个 白衣爷爷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小鬼 你听好了 这里是天狐神创造的传承空间 为的就是将历代天狐所攒下的秘法 以及天狐神的风神禁术保留下来 而阿和 便是山海界的天道 他负责保管作为传承载体的宝贼 按理说 只有达到万象境 才能来接受我们的传承 真不知道你这小鬼 是怎么拿到传承宝贼的 爹 你这么解释 小秋儿未必能听懂 还是我来吧 嗯 小秋儿 当年天狐神太祖 他承道飞升后 在界外 他与一尊 寄予山海界的强大邪神 发生了神战 而天狐神 自知不是其对手 便燃尽自身灵魂 发动风神禁术 将邪神暂时封印 之后他的残魂回到山海界 用最后的力量 创造了这个空间 为的就是给我们这些后人 留下保命 乃至杀死邪神的可能 风神禁术 难道爹爹也 爹爹是因为封印邪神而死的 娘 爷爷 吴燕那孩子竟然能施展禁术 那再把那邪神封印几万年 应该是够了 小秋儿现在开始花几百年 跟我们学习 应该也能 不 没时间了 山海界正在被外界入侵 我必须立刻晋升天人静 回到现实救我娘他们 秋儿 丫头 不是我们不放你 只是这传承空间 在你完全学会所有天壶术法之前 是解除不了 奶奶 太公太爷 我外面的家人已经为保护山海界 牺牲太多了 我娘太爷还在城里 秋儿不能再失去娘了 求求你们 爸爸我 丫头 你怕死吗 我不怕 只要能回现实救娘和小姨 我愿意用命来换 拿命换 很好 离开这里除了花时间 完整接受传承外 强行贯注同样可以 不过这就代表 你要接受我们四个同时贯注 一旦失败 下场就是魂飞魂魄散 考虑好了 就自己来拿吧 不用考虑了 来吧白衣爷爷 好 好 好 肯定是 我 太快 好 快 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